慧慧,你就别送了,公司的车就在楼下等着呢 小宇,你们公司也真是的,这我们刚结婚没几天,他就不能给你多放几天假 慧慧,这不是公司有公司的难处吗,这个项目他不放心给别人做 知道我能力强,所以这公司就让我去 这位项目对公司非常重要,我去的话把握大一些 那行,那你去吧 我出差就几天,几天以后就回来了,你在家你好好的 行,那你路上慢点 好,我走了 这什么公司啊,一点都不体贴员工 慧慧,你起来了,我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小宇 我刚刚接到公司的电话,这公司又要求我出差几天 什么,你这刚出差才回来几天啊,怎么又要去出差啊 难道你们公司没人了吗 慧慧,你别着急啊,这不是上次那个项目我谈成了,公司对我越来越器重了 现在又有一个新项目,公司第一时间就想到我了,他们觉得我肯定能干好的 他们还说了,如果这次项目谈成了,就跟我升职加薪的 我呀,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小宇,这升职加薪是好事,但是你也得分清楚情况啊,这我们结婚才多久啊,你都已经出差两次了 我知道,可是慧慧,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公司也是为了我好呀 慧慧,你看,咱家的生活过得不太好,我要是升职加薪以后,那咱们的日子不就越过越好了吗 我知道,现在啊,辛苦了一些,可是等以后,以后咱们的生活会越过越好的啊 小宇,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不就是想出差吗,那你去吧 是吗,慧慧,你同意了 是啊,同意了,不同意,我也没什么办法啊 行行,慧慧,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理解我的,我说了什么东西,等会儿我去走 行行,那你走吧,去收拾东西吧 好 慧慧,东西啊,我都收拾好了,那我就先走了 行,那你就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好,我知道了,慧慧,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啊 说起来也奇怪,这怎么老是出差啊 不行,我得去看看 我看,肯定有古怪 喂,好好,我啊,马上就到了,好 这给谁打电话呢,还一会儿就到,这啊,肯定有猫腻 这不是去公司的路啊,他能去谁家呀 人呐,这人去哪儿了 这跟个人啊,都能把人给给丢了 我真是没本事 小宇,你这儿又收拾文件,是不是又要出差啊 是啊,慧慧,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还我怎么知道的,一大早,你就在这儿翻那文件呢 我能不知道吗 这我也没办法呀,这不是公司又在外地啊,谈了个新项目 只明道歉呢,让我去,我也推不掉呀 小宇,我就问你,咱家很缺钱嘛 从结婚到现在,你在家待过几天啊 慧慧,你别生气啊,这都是公司安排呀 我也不能不听啊,再说了,我现在还没有升值加薪呢 咱们呀,每次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你都是各种借口,各种理由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慧慧,你这说的,我哪敢呀 要不这样吧,我出差回来,给你带个礼物 你看,行不行啊,你就别生气了 我不要你的礼物,我就问你,这次出差,是不是非去不可啊 是啊,我,非去不可呀 行,既然这样的话,我再多说也没用 慧慧,你放心吧,等我回来啊,我肯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小宇,我告诉你啊,这惊不惊喜啊,无所谓 只要你能平安回来就行 行行,我知道了,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我就该走了 行,去吧 那我就走了 这次啊,我绝对不会再跟丢了 他这么谨慎 肯定有事 小宇,您来了 妈,孩子怎么样 孩子好,孩子乖得很 这个烧退了吧 退了,退了,你就放心吧 行,退了就行 儿子,以后少来点 只要慧慧知道,该换疑了 这孩子,有妈的,你就放哪好了 行 慧慧那边,她确实有点起疑了 不过,下次我换个好的借口,我还能出来 小宇 慧慧,你怎么来了 我来了,你是不是很意外啊 我要是不来的话,我还看不到这一步呢 不是的,慧慧,你听我解释啊 解释什么呀,我都看到了 没想到,你连媳妇孩子都有了 你还在骗我 慧慧,不是你看到的这样子 慧慧,你误会了 这虽然,这个孩子啊,是我的 可是媳妇,就你一个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没媳妇,孩子哪来的 慧慧,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这个孩子啊,是我跟我前妻的 什么,你前妻的 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呀 慧慧,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前段时间啊,我前妻 她出了车祸,就只剩下这一个孩子了 我怕告诉你啊,你不同意 我养这个孩子 所以啊,我就租这个房子 让我妈召开这个孩子 我有时间了,就多来看看她 是啊,慧慧 你看这个孩子多可怜呀 生下来就没有妈了 慧慧 别给我儿子吵架 别给我儿子吵架 这个孩子,你们也不愿养 我养行了吧 原来是这样啊,小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难道我在你们心中就是那么不懂你哪里的人吗 慧慧 不是的 行了,什么也别说了 妈,这孩子能让我抱一下吗 能 妈,这孩子长得真好,真漂亮 小宇,这是你的孩子 我们俩已经结婚了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以后啊,我会把这个孩子当成亲生孩子再带的 真的吗,慧慧 你真的,接受这个孩子了 是啊,小宇 我接受这个孩子了 慧慧 你真是个好儿媳妇 我们家能娶到你 真是三成有幸 慧慧,你放心吧 妈的身体还好 这个孩子啊 我不让你带 妈帮着你带 好不好 行,妈 你看 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啊 我们也不放心 要不这样吧 你跟我们一块回去吧 回我们那儿住 咱们俩一块照顾孩子 这样照顾起来也方便 好,慧慧 这事啊,我都听你的 真没想到 你这么通行达理 慧慧,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快去帮妈收拾东西啊 行行,我这就去 行,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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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